一连几天的降雨 黄山脚下的福西山谷又多了几分寒意 眼下正值寒冬 山里的气温已接近零下 这是黄山短尾猴在一年中最难熬的一段日子 短尾猴的身体都长有厚而浓密的体毛 足以抵御寒冷的天气 可眼下食物的短缺是整个猴群面临的首要问题 猴群从高山转移到低山 这里的一些树木果实以及长绿植物 成为短尾猴冬季的主要食物 它们也会在溪沟中翻开石头 扒捞昆虫和落叶 一只年老的短尾猴没有能熬过这个冬天 它的尸体仿佛仿佛在提醒着猴群 它们所面临的严峻考验 一只年轻的短尾猴在经过这里时 意外地停了下来 礼毛行为通常是短尾猴个体之间建立友好关系的一种方式 但给死去同伴的礼毛行为并不多见 也许是它在用这种方式表达对失去同伴的同情和怜悯 连续的降雨给猴群去远处觅食带来了困难 年长一些的短尾猴会通过减少活动保存体力 只有小猴子还是不忘嬉闹 总是安静不下来 这段时间猴王也总是一脸严肃 去年他才通过武力夺取了老大的位置 地位还不稳固 眼下如何带领猴群填饱肚子 对他也是一个考验 雨后的福西山谷云雾弥漫 宛如仙境一般 就在福西山谷的山脚下有一个小村庄 村里的每户人家都会在院子前种一些蔬菜供自家食用 几只短尾猴出现在这里 原来猴子们早就盯上了这些菜地 这里的短尾猴长久以来都不怕人 因为村民们从不伤害他们 一到冬季猴子们就常常不请自来 他们连吃带偷 几乎每家菜地都难以幸免 村民们迫不得已采取了一些办法 但收效甚微 摊上这群让人不省心的邻居 村民们也渐渐地习以为常 有些好心的村民还会定期上山撒一些玉米 帮助猴群渡过延东 黄山短尾猴是中国独有的一种猴类 他们与黄山相依相生 春天已经不远 待到春暖花开 万物生长 这些黄山的精灵 就会回到森林茂密的高山深谷之中 那里是他们自由的天地 这些黄山的精灵